近日据媒体报道 既骁龙战机击落米格21后 巴铁又爆出了骁龙战机的另外一大战果 那么巴铁这次究竟曝光了骁龙什么秘密呢 原来骁龙战机在与苏27对抗中 凭借着航电上的优势完全不惧怕苏27 并且还曾在演习中取得了击败苏27的战果 得知这个消息后 印度只能直呼 从此不再安全 印度空军已经如临大敌 巴铁表示 由于这次骁龙战机击落米格21 让这款战机一战成名 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排队来求购买 骁龙战机作为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的一款战机 这款战机基于歼7战机改进而来 但外形已经与歼7截然不同 气动外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歼7相比 骁龙战机最大的变化 无疑就是近期道的改进了 歼7采用头部进气 而骁龙已经采用两侧进气了 这样不但让骁龙战机外形更为美观 同时也节省出巨大的头部空间 从而让骁龙装备更大的雷达成为可能 虽然骁龙战机性能先进 但中国空军并没有装备 这款战机最主要的海外用户是巴基斯坦 同时在中国的帮助下 巴基斯坦也建立起骁龙战机的生产线 让巴基斯坦成为能够独立生产骁龙战机的国家 除巴基斯坦外 还有另外多个国家也提出了引进骁龙战机的意愿 目前中国已经向缅甸提供了骁龙战机 这次巴空军成功击落印度米格21战机 彻底打消了其他国家对骁龙战机的顾虑 所以这才引来其他国家争先购买骁龙战机 对于外界而言 骁龙战机最具吸引力的 还不只是这款战机强大的性能 同时也离不开这款战机低廉的造价 虽然骁龙战机性能接近瑞典的GAS-39英尸战机 同时这两款战机同属于轻型战机 但骁龙战机的造价仅为GAS-39英尸战机的一半 这也就难怪骁龙如此大受欢迎了 如此高的性价比 哪个国家能够拒绝呢 对于许多装备不起F-16战机的国家而言 骁龙战机绝对是一般国家的F-16战机 靠着这款战机也圆了许多国家装备先进战机的梦 同时对于巴基斯坦而言 装备骁龙战机也让巴空军具备了 对抗更强大印度空军的能力 并且在印度空军对抗中还具有反击的实力 这也就难怪 为什么会有其他国家排队来求购这款战机了